假如两边合作了 其实赖清德根本不要选了 因为他其实 两边对决 今天33 我认为是民进党的天化板 因为他要再上去的空间没有了 因为他的执政 其实是经不起考验的 对 民意六成 想要政党轮替看看 因为大家受够了 我告诉各位 从7月现在8月了 我们缺电会变成常态 今天都不要讲说老共怎么样 我们先把那个艺术都撇开不谈 光内政他都交代不了 光内政他的缺水缺电 光这些东西他都交代不了 而且你讲到能源 之前那个裴洛西来 不是台湾被封锁四天吗 对 那现在那个两岸 如果一旦发生战事 战争形态改变了 他们有前面那个经验 他以后封锁你 那台湾人就变说 过那个低限度的生活 我们的 那所以能源问题我们又靠 九成八靠那个 对不对 进口 民进党让天然气的 这个发电的仰赖度要达到五成 这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一件事情 日本天然气仰赖度是20% 就告诉大家什么 只要中东发生战火 我们在南海运气传出了问题 七天我们就挂了 我们的天然气的除气量只有七天 所以你怎么可以把你的这么重要的能源 放在一个这么不确定的未来 我告诉你 只要中东发生战争天然气涨价以后 那我们电价还不要涨 电价不涨的话 那台电已经赔了两个资本额了 当然 我们再赔下去呢 未来以民进党的这个能源政策 我告诉你等风天开始赚的时候 一度电五块钱 你觉得你不跑吗 所以你就说这些东西 它都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从能源的角度 大家好好讲能源 我告诉你1加1等于2 民进党就告诉大家 1加1等于3.5 我可以告诉你 它根本不会等于3.5 但是它要让大家相信 1加1等于3.5 因为第一个你没有核电了 我们今天的核电仰赖度 今天8个percent 他要在2025年 要让这个8个percent的核电 完全没有 要让绿电上来 绿电根本上不来 那天清大的黎明李教授 忧心忡忡 他特别跑到办公室来找 我说李教授你找我干嘛 我今天也不在政府 他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人 谈一谈 好 结果一谈下去 我发现我原来以为 2024万一假如我们赢了 核电厂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可以让它恢复运转 结果 核一核二 结果 他除非在发执照 不是 你发现吗 才能够重启 这个执照 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因为它的安全很重要 所以5年之内都不可能 那5年之内都不可能 意思是说2024开始 我们这5年的能源空创期 你到底该怎么办 你到底该怎么办 那能不能重启啊 先厘清啊 不然你要重启现在他们更狠的是 他说核三要研议 他所有的数字报告要写20年 他才有办法研议 结果他没有提出来申请就算了 他报告在几年前他就不写了 哦 那就让他除役了 对 他就说反正我人就推出五门 我就把你斩了 然后呢 有没有电 不关我的事 反正我2020已经不是总统了 要写20年了 因为核电厂的要求是非常严谨的 你就安全报告什么 对 他所有的资料 一定要掌握非常的精准 你今天要让核一核二再研议 其实那个没有5年 那所以赖清德讲的是说 核一核二紧急备用也不可行 因为你要研议执照 你就发现说赖清德的程度 就认为说他在开电的开关一样 我今天按钮一按下去 核电厂就可以运作了 我告诉你 核电厂你没有10年准备 它是不可能运转的 那如果候选应该怎么讲呢 如果按照你连核三报告都没有写了 那就算上去执政8年也没办法重启 不是这样概念吗 5年之内难度很大 还有企业他们喊不到买不到绿能 绿电凭证全被台积电买去了 90%台积电把卧序 以后要发了封电的90%的绿电凭证 全部被台积电买去了 现在的问题是那其他的这些大企业 中小企业怎么办 第一个我上个月去台中 有一个集团全部是中小企业 2000多家厂商 他们的理事长忧心忡忡来问我说 今天其实上市三位公司他们都会写ESG报告 他们花钱找人家写 可是中小企业第一个花不起钱 第二个它的资料不全 所以它没有办法写ESG报告 可是你不写ESG报告 你的产品人家就不会买 因为你的报告不完整 你的碳足迹会跑到我身上来 所以这些中小企业它就很忧心 欧盟今年四川边境探税 2026年开始克探税 他们以后要付出成本的 我们中小企业就垮了 我们中小企业就垮了 可是政府今天对这件事情 几乎没有提出一个他们觉得可靠的方法 我认为法官经监会主委 他有以他们厚厚一跌的资料 你相信吗 我今天碰到的就是业者 我因为我可以跟各位报告了 你明星我学长我相信 我也认得他了 我今天其实台湾从去年开始 突然所有人都在封ESG 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大家 没有几个人会写ESG报告 因为它的复杂程度其实还蛮复杂 跨了很多专业 但是中大企业你是上市商位公司 你非写不可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那中小企业怎么办 第一个 第二个你刚刚讲的 我不要装不懂什么ESG 就是跟永续跟碳有关系的 你不写这个报告 你对不起纳斯达克不会让你上市 你不写这个报告 对不起苹果不会买你的半导体 所以台积电为什么要去买 90%的绿电凭证 就是要让它的碳数字综合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台湾90%的绿电都被台积电买去了 那其他10%怎么办 大家抢啊 剩下10%没够本啊 当然那金字幕说不是已经想办法了 你相信吗 你问我第二次了 你把我讲得好准我相信吗 刘德英说只好相信政府 你希望他讲什么 所以今天我真的我们很专业来讲 当人要开始刻碳税的时候 我们台湾能源中心给我一个数字 台湾今天的碳足迹这么高 我们到2030年再过7年 我们要被克5000亿到8000亿的碳税 跟企业啊 对 这是我能看到台湾最大的危机 那个还是核电厂没被干掉以前 今天2025核电厂被全部都停掉以后 我们碳税就会越来越高 我们就会在国际上完全失去竞争力 竞争力 今天还有今天台积电要去高雄 当然我们电不够就先不要讲 那不是我们户国神山吗 我告诉你台积电到高雄 第一个我就告诉大家台积电不可能去高雄 你之前就讲 因为没水 好 现在问题 找一个没水的地方去 对 然后今天问题出来了 苹果告诉他 你不能用自来水 你要用百分之可能七十八十的回收水 可是问题是高雄没有足够的回收水 所以今天不是说你今天电很够水很够 台湾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的电叫张电 我们台中火力发电厂 一个电厂的碳足机 一年等于人家纽西兰一国 我们的星达电厂一年的排碳量 等于人家图尼西亚一国 就是为这叫做张电 就我们一年就抵人家 所以我们被课碳税 就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我们一定给最多碳税的 就撞掉了 当你的碳足机这么高 所以厂商一定出走 他非走不可 他不走 他的碳税他就吃不消 你的这些中小企业 你没有办法写出ESG报告 我告诉你 你的产品再好我都不能买你的 因为我要对苹果 我要对Walmar负责任 那人家要看呢 你说写报告的人 人才也会吧 今天不是要写报告 我今天要写这本报告 好你今天是一个中小企业组 你要把你的所有的生产流程 你要把你的数字都摊开来给我看 可是问题是我是一个中小企业组 我可能我的这个学历也没那么高 我们以前都是我们去那个这些小厂商 大家收一收收一收 我给它倒倒的 然后就卖给了大的企业 以前可以因为你很便宜 你品质还不错 今天这些企业会跟你讲说 对啦你品质还不错你也可以 但是你要交代说 你去把这些的东西收过来 你要把碳足机告诉我 问题是他们讲说 我哪知道什么叫碳足机 所以这个是很专业的 今天这些东西政府需要辅导的 政府需要辅导 那今天问题你来了 我请问你工业院你会吗 几个主要国立大学你会吗 当然不会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 没有这样子的要求 所以今天其实 我刚刚讲说 为什么赖清德会慢慢出了问题的时候 因为这些问题会越来越呈现